自从中国第五代战斗计兼20服役一年多以来,通过官方陆续发布的消息可以得知,其基本已经拥有了完全的作战能力, 而在不久前,又曝光了一次新兴发动机窝扇十五是非的消息,这意味着歼20将彻底成熟,在F22停产,F35难当大任的形式下,歼25已具备了稳定世界,第一五代机宝座的能力,不过有一个国家就比较尴尬了,就是同样推出了五代机产品的俄罗斯,苏道57众所周知,苏57从出现至今, 就是一款旅遭构定的五代机,除了强大发动机带来的出色激动性外,其他能力尤其是隐身性几乎达不到五代机的标准,因此如何让这款被几率厚望的战斗机起死回生,就成为俄罗斯航空工业面临的首要问题。 除了自身的努力外,俄罗斯也开始向外界寻求帮助,歼20作为同类产品的佼佼者,歼20的各项先进技术,让俄罗斯非常眼红。 其中一项就是机头安装的大口径有源相控阵雷达,也正是这套系统,才使得歼20的作餐航店,能实现类似F-35的头盔瞄准和发射导弹。 另外,歼20的AESA雷达尺寸更大,TR模块功率更高,以为着机性能越强,探测距离更远,这在强调超市剧作战的五代机领域,无疑是非常关键的。 而反观俄罗斯的苏道57,较小的机手就注定无法安装大功率雷达,其实在解体前,苏联的电子技术就跟机方有明显差距,之后的俄罗斯又经济衰退。 导致在该领域落后的越来越远。 据悉,目前俄罗斯国内超过九成的电子元件,都要从国外进口,这就导致俄罗斯战斗机的作舱系统一直与中美有较到差距。 歼20综合考虑之下,俄罗斯国内有一些权威人士建议,可以用图160战略轰炸机去交换中国歼20的雷达技术。 正让得知消息的五角大牢担忧不已,甚至为打破战略平衡的坏消息,图160是目前俄罗斯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,是构成其三位一体和打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目前最新的图160平方米型号,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核变后略轰炸机。 它在航程,速度和责弹量上都比美军的比一比更先进。 图付162战略轰炸机领域一直以来,都是中国空军的一大短板。 目前唯一可用的轰6K怎么看都已经落后,很早以前,中国就对图160表现出强烈兴趣,如今很可能达成所愿。 不过,有军事专家表示,在轰20项目进展顺利的当下,图160对中国的吸引力大大降低,花大价钱买一件并不急需的武器,非明智选择。